在等翻譯啦 演戲的部分是不是真的有得到大家的認可 那不過呢 因為真的託大家 我們各位粉絲們的一個支持跟喜愛呢 讓我對崔駿宇這個角色 產生了更多的一個喜歡跟愛情跟一個感覺 一個感覺 就對他產生很大的感想 那在拍戲的整個過程當中我非常的幸福 那現在這個時刻我也很幸福 哇 就讓我們這個一起 Happy Together in Taipei對不對 所以呢 剛剛提到過 他對於自己的演技覺得好像 欸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得到了高度的肯定跟評價 這邊是不是請一下前輩 金香奇前輩 演戲上是前輩嘛 前輩對於那個旁邊這位新人演員的演技 你怎麼看 給他一到一百分 打個分數 喔 不要客氣喔 我評價給你了 我不好做什麼評價 哈哈哈 相對的嘉賓 演戲在演戲裡 lilTV的感情相對 表演戲才很幸福 拍攝的時候 演戲得那麼好 我覺得 俊納的演戲還可以做到很楽勝的 對於不是 不過在我們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他聲優的表情傳達的 和他的演技方面 就很自然的流露出俊宇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对俊宇这个角色呢 非常的理解跟做了很多的研究 对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就会让我们感受到说 原来18岁的孩子也是有很多人生的烦恼必须要去做决定 包括家庭也好 学校也好 课业也好 爱情也好 但是呢感谢他们呢带来这部这么优质的戏剧 让我们真的有一种重新回到18岁的感动 跟那种悸动的感觉 所以两位男生今天衣服秀讨论好是不是